Hello,大家好,我是一王 今天來填一個之前挖的坑 AMD銳龍處理器開開測試的第二期 嘗試用各種加強版的方法 來改善瑞龍5000系列CPU的散熱表現 在去年6月份我做了AMD 5900X的開開測試 想看一看核心之處能不能解決瑞龍5000CPU激熱這個老難題 結果折騰了老半天,也只降了3-4度這樣子 完全只不回那個投入 不過雖然散熱提升不明顯 但是那個視頻裡面我對CPU進行了各種非常規操作 又上刀片,又上台前,又給CPU核心拋光,又害恩針腳啥的 挺精彩的,沒有看過的同學,趕緊去看一下 在那個視頻出來之後,我又收集到了各種加強版的方案 有的是評論區和QQ群裡面的觀眾朋友提供的 有的是我自己搜索到的 我們想辦法搞到的那些奇怪的零件 對它們進行了測試 然後居然真的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中部分方法確實是可以實現明顯的降溫的 OK,那麼就趕緊來看一下 這次我們對這一顆多災多難的5900X又做了些什麼吧 第一個測試的改進方案是呼聲最高的均熱板 均熱板的英文名是Vapor Trimber 對對對對,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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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骁龍八更衣手機都標配的那玩意 它和普通塔式散熱器中使用的熱管一樣 都是靠液體向變來加強導熱效率的 但不同的是熱管只能縱向導熱 而均熱板還可以在水平面上高效的傳導熱量 所以才叫均熱板 大家覺得它能改善瑞隆5000CPU激熱問題的原理很簡單 畢竟普遍認為5000系列換了7nm工藝之後 晶體管密度太高了 這麼多的核心和晶體管 擠到了面積這麼小的硅片裡面 而導熱又是和面積密切相關的 所以才出現了熱量傳不出去的問題 而均熱板可以高效的將熱量橫向鋪開來 這個時候再和散熱器進行接觸傳熱 就應該會有更好的表現 這個理論聽上去確實是挺有道理的 所以我就找到了兩款 尺寸上能兼容瑞隆5000CPU的均熱板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便宜的這款 從外觀上來看它並不是很震驚的均熱板 更像是一堆鋁的熱管被拼到了一起 價格是50塊錢 只要震驚均熱板的一半都不到 實話說我也沒對它抱有太高的期待 只能說如果有效的話 那性價比還挺高的 不是白不是 這次的測試平台和之前的基本相同 CPU還是第二次開的比較漂亮的那顆R95900X 開核後核心有經過打磨 確保三個代的水平面一致 可以和散熱器實現比較好的接觸 散熱器也還是ROG玩家國度龍神二代360水冷 主板也還是同一款 不過因為季節變了室溫下降了 我們調整了一下PBO的設置 加了電壓拉高了一點點負載的設置 使得它在20度室溫核心塗了液晶後直觸散熱器的情況下 FPU烤機20分鐘後 AIDA64裡面顯示核心溫度約78度 這個就是這次的基準溫度了 然後我們還引入了另外一個溫度監控軟件 HWinfo64 這個軟件可以讀取到瑞隆CPU具體每一個核心的溫度 雖然也不知道它們是怎麼做到的 以及準確度有多高 但也能多一個參考吧 基準確認好之後 我們將便宜的這塊均熱板兩面都塗上液晶 夾到了CPU核心和散熱器的中間 特別是和散熱器接觸的那一面 液晶消耗非常的大 塗一次就差不多要半支 再多就要擠出去了 液晶一直也不便宜 非常的肉痛 大家記得給我們點贊投幣三連回個血 另外要注意 液晶實際是不能和鋁製品一起使用的 會產生反應 我們這裡只是臨時做一下測試 測完下來目測也沒有受到影響 新的液晶可能改了配方 但包裝上還是著名了不要和鋁一起使用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麼這塊便宜的均熱板 最終測試出來的效果如何呢 登登登登 完全不行 善善打妹的 一展開測試 CPU溫度只充90度 頻率從4.5G下降到2點幾G 我們的技術小哥正面、反面、轉方向等各種方法都試過了 然而並沒有什麼卯月 浪費了我很多液晶 效果還是一樣的 這東西橫向導熱的性能可能可以垂直完全不行 抬走再見下一個 過來是貴的這塊看上去比較震驚的均熱板 至於有多貴呢 要200多塊錢一片 普通的均熱板雖然只要100多 但普遍尺寸比較大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塊比較兼容銳龍CPU的小尺寸均熱板 數量少的東西價錢就特別的貴 然後還是和第一塊一樣 兩面塗上醬料 夾到CPU核心和散熱器的中間 經過測試這塊均熱板的垂直散熱存在著方向性 凸起那一面朝上的時候散熱表現要好很多 但就算是性能較好的安裝方法 也還是沒有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 雖然核心的溫度確實是更平均了 之前最熱和最涼快的核心溫度能差25度 現在只差17度多 但是核心的整體溫度上升了 HWinfo64裡面記錄的核心平均溫度 在加了均熱板之後上升了9度 也就是說並不是熱的核心變涼了 而是本來兩塊的核心都被帶熱了 HWinfo64裡面的CPU二級管溫度和Package溫度 都比原來高了3、4度這樣 頻率時機也略低了一丟丟 這個差距我認為已經不是誤差了 總的來說裝上均熱板之後雖然熱量很像鋪開了 但是CPU到散熱器之間始終還是多格了一兩層 導致垂直導熱的效率下降了 也許均熱板要和散熱器做到一起才會比較好 看完均熱板接下來是第二種方案 散熱器位置偏移扣距 這個原理也很簡單 瑞隆5000系列CPU的核心它不在正中間是偏的 特別是5800X那種單個CCD的CPU 更是歪到西伯利亞去了 而殘古人散熱器都是針對CPU頂蓋的正中間進行優化的 特別是有很多是突敵的 還有目前被廣泛採用且性能較高的ACETEC水冷方案 冷頭本身就是中間噴射出水 第七代據說還採用了提高導熱效率 縮小導熱面積的設計 而通過位置偏移扣具 將散熱器的中心位置移動到實際CPU核心的頂上 就能加強這些散熱器的導熱能力 這個方案是QQ學裡面的一位觀眾朋友提供的 它的B站ID是這一個 這個ID源自但凡有新CPU出來 就要開蓋的德國超頻大神DeVaurer 它在3000系列時代就開發了可以調整冷頭位置的扣具 這位老干媽同學看到之後 就嘗試針對5200X和ACETEC第七代冷頭 開發了位置便宜的扣具 用CAD畫圖,然後CNC切出來 經過它的測試,在5200X上面表現非常不錯 它這個扣具有掛到血液上面賣 感興趣的可以去和它聊一下 龍神二代正好就是ACETEC第七代冷頭 於是我就拜託它幫忙畫了 針對5200X的位置便宜扣具的圖紙 然後找到做快樂盒系列機箱的老哥 幫我用CNC刻了出來 這個扣具支持5800X和5900X的版本我們都做出來了 所以就借來了一顆5800X先看一看 在這種歪得多一點的CPU上面效果如何 因為CPU是借來的 所以也沒有開蓋,也沒有上液晶 只是使用了較好的硅脂 也就是常規的使用方法 但即使是這樣,龍神二代換用了位置便宜扣具之後 5800X在相同PPO設置下 溫度降低了4度,頻率還更高了 這個東西對於單個CCD的CPU是真的有效果的 那麼將這個方案換到開了蓋的5900X上面會怎麼樣呢? 因為5900X的核心Y的程度沒有5800X這麼高 所以CPU溫度只降了2度這樣 但是內部核心溫度似乎變得略微平均了一點 另外我們發現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相同PPO設置下 如果散熱加強一點 CPU的總功率反而會下降一丟丟 我們反偶測了幾次都是這樣子 可能和PPO的機制有關 並不是我們故意降低功耗強來營造出散熱變強了的效果 總之將散熱器對準溫度核心真正的位置裝上去這個方法 算是目前這輛下來第一個便宜又安全還有效的改進方案了 至少它對單個CCD的銳龍CPU是有用的 特別是它對沒有開蓋的CPU也能起到作用這一點 非常的實用 不過也有朋友在別的散熱器上面進行了測試 CPU也是5900X說作用不大 所以可能和散熱器的設計也是有關係的 接下來是第三種方法也是觀眾提出來的 通過石墨貼片來加強橫向的導熱能力 這個想法的原理和使用均熱板的方案 差不多 石墨貼片這個東西我很早之前也玩過 因為裡面有膠水塗層 所以垂直導熱性能從一開始我就沒有抱任何的期待 所以CPU核心還是保持核冷頭之處 石墨片在挖空之後貼在核心以外的部分 用來加強冷頭的橫向導熱能力 處理器PCB上面的導熱膠墊也換成了萊爾德的HD9萬 看看能不能通過PCB多傳一點熱量出來 最終的測試結果是 CPU封裝以及CCD的溫度低了一度不到 同時核心的平均溫度還上升了一點點 這算是有效果嗎? 感覺都可以歸到誤差的範圍內了 至少不能算是明顯的提升吧 所以就趕緊換進到第四種改進方案 使用老外專門針對開蓋的 銳龍五線系列CPU開發的分體水冷頭 這個方案我是從B站另外一位UP主 鹹魚老J那裡看到的 他也做了銳龍CPU的開蓋視頻 剛開始也是效果不好 最後他找到了一位泰國的Youtuber 從他的店鋪SuperCrew Computer那裡 買到了專門為開蓋後的銳龍五線CPU定製的分體水冷頭 經過鹹魚老J的測試換了這款定製冷頭之後 5900X的溫度下降了20度 並且成功超上了全核4.8G 這算是目前全網我看到的散熱效果提升最大的方案了 所以我也聯繫到了這一位泰國的Youtuber 在FB上用別角的英文跟他溝通半天之後 成功下單買到了這款冷頭 他甚至還開發了AM4CPU專用的開蓋工具 這個東西國內也是沒有的 所以我也順便一起買了回來 要是早一點發現就好了 這個冷頭本身價格不算貴 換算成RMB是500多這樣 在分體水冷頭中算是常規的價格 就是加上開蓋工具和運費之後 總價格超過了1000塊錢 然後剛好達到了交稅的要求 賣家發貨時價格又沒填對 就卡在了海關 最後在淘寶找了代理公司才終於搞了進來 這位泰國Youtuber開發的這個冷頭 大的方向上還是傳統的噴射冷頭設計 這中間比較窄的進水口 而要兩邊是回流 主要是微水道只開在了CPU帶和IO帶的頂部 也就是完全針對瑞隆5000系列CPU的核心佈局進行優化 冷頭的底下畫出了核心的區域 不過整一塊是平的 你還是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核心高低差的問題 考慮到之前的測試層級是基於一體水的 直接進行對比可能不太合適 所以我們用EK的冷頭另外組了一套3600冷排的分體水冷 再測一個層級做對比 而且用的還是貓頭鷹3000轉的工業風扇 不過測出來的層級和龍神二代基本一致 最異都沒有使用便宜扣具 這該說是龍神二的性能已經好到趕上分體水了 還是該說瑞隆5000的急熱問題確實比較明顯呢 然後就是重頭戲裝上這個特殊設計的冷頭來測試了 除了冷頭以外 其他的部分都和使用EK冷頭石一致 這東西還是帶幻彩RGB的 一看這個性能就特別的有保障 單卡FPU20分鐘之後可以看到使用專用冷頭石 溫度直接低了十幾度 被壓到了65度以下 玩了這麼久瑞隆處理器 溫度這麼低的5900X確實是第一次件 不同核心間的溫度差距也從之前二十幾度下降到了十幾度 這個瑞隆CPU直出冷頭它確實是有一點東西的 在這個冷頭的加持下 我們將這一顆5900X的兩個CCD 分別超到了4.8和4.7 跑出了24000的R23層級 在這個狀態下烤機10分鐘也只是80度左右 之所以不考二十分鐘是因為第十一分鐘的時候藍屏了 這個是CPU體質的原因 已經給它加到快一點4V的電壓了 還是穩不住 使用新出的Hydro自動超頻軟件 也只能幫我們將兩個CCD超到4.6和4.5 R23多二升級和PBO10差不多 但不管怎麼說這確實是取得了一個巨大的散熱進步 這個定制的水冷頭將導熱區域限定在核心範圍 就能降溫 是不是可以說明核心面積太小確實是導致激熱的原因之一呢 另外5800X因為是藉的就沒有進行開蓋測試了 那麼接下來就是這次的視頻最後要測試的方案了 重新將CPU的頂蓋給它焊回去 這個方法的來源是百度AMD8銳龍三線時代的一個貼紙 有人嘗試在開蓋3800X之後 重新用更薄的純音箔將CPU頂蓋焊了回去 然後說取得了十幾度的降溫 但是它只放出了待機溫度的成績 沒有烤機或者遊戲的溫度的前後差距對比 所以我們這次來測試一下 在銳龍五線系列上面這個方法好不好使 焊接的材料我按照原貼買了0.1毫米厚度的音箔 CPU使用的液態金屬裡面很多時候就混有它 這個東西是無毒的 不過包裝上面寫了不要接觸皮膚 那就還是照他說的去做吧 焊接前還需要打磨一下頂蓋 因為我之前磨過核心,核心的高度少了 要把底部的邊框也磨掉一點才能匹配上去 前期工作準備完成之後我戴上手套 剪下了尺寸合適的音箔放到了核心上面 這東西還挺軟的 完成後我效仿原貼給頂蓋塗上704硅像膠方便固定 不過考慮到後面可能要重新打開來 所以我只點了四個角 之後就是用熱風箱加熱頂蓋了 音的熔點是156度多一點 不過這也麻煩的是隔著頂蓋我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情況 不知道要加熱多久才行 第一次我加熱了一分鐘左右 感覺好像差不多了 但安全起見我還是嘗試把頂蓋打開來看了一下 感覺音膜應該是融化了,但是好像不太黏核心 可能是因為我把原本核心頂部那一片亮晒晒的東西給打磨掉了 大概就相當於是把焊盤給幹掉了吧 頂蓋那邊的黏合程度好像也不怎麼樣 不知道要配哪一種助焊機才行 我對最終的散熱效果開始不怎麼抱期待了 但不管怎麼說都搞到這個份上了 音箔也不便宜,還是測完它吧 所以我進行了第二次的焊接 這次為了防止吹壞桌面 我將CPU卡在了台前上面 同時為了保證內部完全熟透 多加熱了十幾秒這樣 靜置了一個晚上之後 我們給它重新裝上主板開始測試 然後就發現主板解測卡直接爆零零 CPU不亮了 而這顆5900X嘛 我們用洗板水仔細清洗過之後 還換了幾塊不同型號的主板來進行測試 結果全部都是零零,就是點不亮 這顆5900X終於不堪其辱,壯烈犧牲了 我們用顯微鏡看了一下 也沒有發現針腳粘連什麼的 經過檢測,目前死者的情緒十分穩定 這算是我玩了這麼多年電腦DIY 第一次折騰壞CPU 而且掛的是後面開得比較漂亮的那顆 最開始和針腳那顆 還在我們剪輯的電腦上面活得好好的 還好這個評測是過年前做的 屬實是歲歲平安,辭就贏心了 嗯,搞成這樣了 不知道還能不能找AMD保修呢 只能等我以後有空了再嘗試研究一下吧 後來我發現AMD8那個語言貼的後面 也有人跟著進行了嘗試 但結果說是效果不太好 反正目前可以確定的是 這個方法比較的危險 就算它真的有效也不太推薦普通玩家去嘗試 好,那麼來到總結時間了 這兩輪折騰下來 我們基本上把和 銳龍5000系列處理器 激熱有關的各種偏方都嘗試過了 目前首先可以確定的是 銳龍5000系列CPU的激熱問題確實是存在的 之前猜測的核心面積過小 和位置不居中這兩種原因可能同時發揮了作用 如果後續的AM5處理器 還是採用類似的架構的話 激熱問題可能會持續性的存在 然後散熱器位置偏移扣具 是目前測試下來最簡單有效安全的方案了 如果你的銳龍CPU是單CCD的 碰上了激熱問題又會CD的話 值得試一下 後來我想了一下 5900X這邊之所以效果不行 也有可能是因為偏移後 直接將散熱器的中心 對準了兩個CCD中間的間隔位置 而不是像5800X那樣可以直接對到CCD的中心 前面烤機測試時也能看到5900X不同核心間的溫度差距是比較大的 而測試下來效果最好的是為銳龍CPU核心直樹專門設計的冷頭 它大幅提高了銳龍CPU的散熱表現 缺點嘛 第一個是想使用它的話 前置任務開蓋的風險相對比較高 第二個就是國內買不到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有紡織的出來 應該不會太難吧 肉眼看上去結構和設計也不是特別的複雜 然後比較讓人感興趣的是 不知道這個方案對未開蓋的銳龍CPU是否有幫助 它底部有一個框擋著 不能裝到普通的CPU上 還有不知道對英特爾那邊的CPU是否也有作用 感覺非常值得散熱器廠家們研究一下 至於其他測試道的方案 其實那些材料以及技術出來都蠻久了 廠家們應該也已經進行過不少的研究 也有無分散熱器使用過 但最終也沒有特別普及 看來還是有道理的 好,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看在為了研究現身的這顆5900X的份上 大家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喜歡這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續的精彩內容了 那麼下期再見,我是翼王,掰掰